嗨 大家好 我是很久没有讲话的Eba 这天因为是考考试不急着出门上学 所以我就拍了这支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然后我已经听到我妈隔着手机一幕在大叫 哇 你长痘痘了 对 我脸上就是长了可臭痘痘 但我也有买药对抗它哦 因为很久没讲话 今天就来跟大家闲聊分享一下 我在日语学校的学生生活 我们学校是蛮严格的学校 一个学期大概是两个月 然后一个学期总共有四次比试 两次口试一次阅读测验跟一次听力测验 70分以上是及格 60分以上有机会补考 如果你考不到60分哦 大概可以准备重读这个学期 我发现很有趣的是 我莫名的很想考100分 而且都快30岁了 考试前还是很紧张 我真正很不喜欢考试或是比赛那种带来的紧张感 但我还蛮喜欢念书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少数做得来的事情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非常好厌念书 而且是会被逼着念 可是我就是没心念 所以我就是在那边随便翻翻书打混摸鱼 然后我爸就会跟我说 有把握考100分你才是复习完 后来我考高中的时候就突然脑子烧坏 就念出了兴趣 而且我还蛮喜欢自己把学过的东西 重新归纳统整 然后变成一个完全专属于自己的教材跟笔记 而且我还是表格控 我会把就是相似的东西拿出来比较 然后去厘清 诶他们哪里不同 哪里又相同 反正总之呢 我就是开始会自动自发学习 然后我没有把握考100分 我就不会比 就很像变态那样子 非常喜欢念书 大概就是因为我发现 如果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 读书就是一个投资报酬率还蛮高的事情 分数就在那边 你考得好不好一目了然 而且短暂出社会工作后 再回来当学生 我发现念书真的是单纯非常多 不过让我非常意外的是 我爸小时候对我说的那一句话 我到现在都还在奉行 导致我现在就是 每次考试前都还在想 我要考100分 我要考100分 那我是觉得啦 如果我现在27岁还在想着要考100分 这件事情是还蛮病态的 但你叫我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我好像也做不到 总之 好啦 变态的我呢 现在准备出门考考试了 那谢谢大家 如此有耐心 听完我的murmur 我的废话 祝大家平安健康 万事如意 下支影片见 拜拜